葉醫生, 我現在多給你十分鐘的時間 讓你做最後的陳述 不需要十分鐘 我以草案召集人身分, 正式辭回 成立藥物研發中心草案 好, 請問, 請問, 請問 醞釀多年的醫療草案 今天終於有結果 由於葉程醫生自行撤回草案 最後楊逸韜醫生的 全面開放藥物明察草案 在過半數議員支持下獲得通過 稍後通過投票之後 我會馬上找各種一起開會 明成筆那邊的工作 你暫時要放下 要全力搞好這個項目 為什麼若然中心的股權比例 會是各種和其他商界股東佔多數 而董事局的成員, 他們要佔過我 就是說由他們去掌握 若然中心的控制權 那有什麼問題? 我之前跟你說過 就算引入商界的資金 說視權一定要在政府手裡 否則若然中心 就會成為一幫商家賺錢的手段 我明白你擔心什麼 但是要人家拿出百億 出來啟動這個計劃 沒可能什麼都不讓人管 你知不知道香港特區政府 在公營醫療開始有多大? 要成立一間若然中心 根本是沒可能的 師長, 我不後悔告訴你 我這份草案的理念 是來自一位叫曾智朗教授的文章 他分析得很清楚 這個項目如果被商界把持的話 若然中心一定不會變真 特地, 文章寫的是理想 要實行的話就去接受現實 可能那些商界不是每個人像你那樣想 只懂得向錢看呢? 當他們發現一顆藥可以賺到千文數字的話 你覺得他們會捨得少賺一毫子嗎? 當年華爹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前悔他的醫改 他也想得通 為什麼我們還要走這條死路? 現在的藥營中心不僅是一個醫療項目 還是一個經濟方案 火車正在走, 不是你說要殺停就殺停 是誰來的? Dr.Yip 我只可以答應你 在我們這方面會盡力把關 保證香港市民的利益不會受到影響 我特地買了一杯咖啡給你 知道你怕虎, 加了奶, 加了糖 謝謝 剛才買咖啡的時候 我和唐明都商量過 不知道葉醫生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 全面開放藥物明查草案的委員會 看看怎麼樣 剛才和吳議員開會晚了 我以為你收工回家 我和Ben調班了 沒理由不等你回來親自恭喜你 草案的牙組, 這麼多關已經通過了 你身為草案的委員會成員 不僅是說她的恭喜好像不夠誠意 你何時變得這麼貪心? 你開了整天會也很累了 你今晚還要回去休息 明天跟你慶祝 剛才在立法會表決之後 我就邀請多替葉加入委員會 等草案在財委會通過之後 所有的運作我就交給她處理 因為我還有事要忙 忙什麼? 我告訴你, 你沒理由不記得 不記得了, 這麼多事要做 說了這麼多事, 你要說什麼? 娶你做老婆嗎? 你…你也要等草案 過了財委會才行 我先不跟你趕著去做事 唐榮, 儘快把草案推上財委會 草案的事我不管了 因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唐明 你怎麼回事? 我快要早上去做老婆 怎麼了? 她睡了很久了, 出去再說吧 恭喜了, 如果不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就好了 好, 怨掌夫人吧? 謝謝, 其實還沒這麼快 YT說等草案穩定了才結束 好, 不妨礙你睡覺了, 我們先走了 你快要做老婆了 有些事要小心處理 剛才下面那個… 我知道了 你有經驗, 我會聽你說的 乖 我現在是擔心 我早了之後只剩下你一個人在家 你搞不搞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多開心 你和Kanis還沒來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住了整間屋 什麼事… YT說等草案先到財委會 對 YT YT 怎麼樣? 下班了, 真是不用我載你回家? 不用了, 蘇姨也下班 她會陪我一起回家 你今天在立法會開了一整天會 你早點休息吧 恭喜你們 幫我謝謝蘇姨 你小心開車了 知道了, 再見 包、剪、答… 謝謝蘇姨 是否… 進去… 你是不是不同了 是嗎? 對不起, んだ 我們也是… 是嗎? 是嗎? 你在哪裡? 快點, 快點 三號床後日的ASD手術 你做主刀, 有沒有問題? 何醫生後日放假? 不是, 我看手術不太複雜 你應該處理得到 不如你再考慮清楚 Rachel, 做醫生是不能夠怕加上OT 給自己一點信心 其實CTS裡面會不會還有其他同事 比我更加適合做這個手術呢? 你覺得誰可以?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